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发扬 既然风过的传统 写出了一个充实内容的作家作品的是祖诗 祖诗写的团队诗有14首 《庸诗八首》是它的代表作品 但这些诗并不是一诗写的 它反映了诗人有接近而消极的一个过程 祖诗出身寒门 在蒙法社会里面得不到重视 它一生不得志 真是这一种感受 诗人对蒙法制度朝廷进行了揭露和碰解 比方说它的《庸诗诗》第二首 这个诗前半它与贴气形象的比喻 揭露了蒙法社会的不合理 《赤诗诗高位,英俊臣夏苗》 我们上集课已经讲过了 后半根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 《帝诗诗自然,由来非朝》 这样就扩大了诗歌的内容 加强了诗歌的诗相感染力 祖诗这个人至高才雄 胸怀旷慢 富有反抗精神 所以它的庸诗诗呢 比利交界,情调高康 气势充沛 具有阶级浪漫主义的特色 诗评,就是中中学的诗评 称赞她由祖诗封列 这显然是对金安峰国的继承发扬 此外呢 祖诗还有一首诗叫焦女诗 她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使用礼语 生动的描归了两个小女孩的天真的情态 对后来的诗人同类极彩的创作也有影响 这个焦女诗呢 我们上课时间不太有了 这首诗写得比较通朔易懂 请我们大家回去啊,把它读一读 写她的大女儿怎么样 写她的小女儿怎么样 写得非常有意思,希望大家看看 那么在祖诗以外呢 我们还要介绍另外两位作家 一位是刘坤的 一位是刘坤 一位是郭珀 那么刘坤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呢 他是雷赫尔祖诗诗的 一个有成就的作家 刘坤很有名 但是诗歌只有三首 我们今天到文学史啊 看他的诗歌写得好不好 不在意他数量多少 我前几次诗歌给大家讲过了 你看康熙皇帝 前龙皇帝诗很多 很多 作为一个满族的皇帝 汉化的过程呢 汉化的实在是好 诗歌也很多 到处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这诗诗上有什么多少地位呢 我们很难说 你想曹子 你想曹操 你想曹培 他们尽管诗的数量不多 但在诗诗上都有地位 刘坤也如此 尽管他只有三首四格 三首四格 但是很有地位 他是怎么样子一个人物呢 他是西晋 我们大家知道 后来呢 朝廷人退到东晋 退到南晋了 那么刘坤呢 朝廷给他一个整武 就相当于在迭后的总指挥 总指挥 但是有多少力量 还有朝廷给他多少支持 都很难说的 孤军奋战 在那里孤军奋战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后来 他跟石拉主战的时候 最后失败了 失败的时候 他去投靠一个 当地的一个酋长 段批动 但是段批地 后来最后呢 因为产生了很多矛盾 被那个酋长杀掉了 杀掉了 而刘坤的一声 是非常悲壮的一声 悲壮一声 所以他三首四个 写出了他对祖国的忠诚 对祖国的忠诚 对保卫边疆的决心 还有很多他无奈的一种想法 写得非常好 我们等会儿讲一讲 讲一讲 《诗评》里评价他的事是 尚未欺礼之词 只有轻拔之气 《文心雕种》里评论 刘坤的四个是 雅状而东风 雅状而东风 所以这些都很能够说明 刘坤四个的风格 刘坤四个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看刘坤的四个 刘坤的四个 刘坤的四个 刘坤的诗歌 你想 有一首诗歌叫《崇正楼战诗》 他在北方朝廷已经到南方了 他在前方坚持战争 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军法的支持 那么楼战当时觉得他能够帮助他的 所以他写了一首诗赠给楼战 我总有悬别 本字晋山求 唯笔太公望是在卫冰社 你想 他这个笔语都笔语得很好 我总有悬别 笔我们大家知道是很好的一种约别 约别是价值很高的 这个约别是晋山当中造出来 就像河四壁 河四壁就是处地的 晋山的这个岳 他把它比喻成为晋山出来的最好的岳 唯笔太公望是在卫冰社 太公望就是帮助周温王 帮助周武王 最后打败了双浙王的那个江太公 江子牙 这个比喻都比喻得非常好 邓胜何感谢千里以雷相求 我非常感谢你 我现在来求你 希望你能够把北方的那些军事力量组织起来 能够帮助朝廷恢复北方的势土 拜登信群念 侯们来刘侯 群念侯 陈平 刘侯 张良 都是帮助刘邦拿到天下的大功臣 崇尔任武贤 小白向射沟 崇尔 我们上课的四个德顾 进攻至崇尔子王 在外面逃难 逃了19年 最后回到自己国家 继承了国军的位子 跟着他的有子范 赵崔等五个人 这五个人都是武贤 他把卢战比喻成都地位很高的人 小白向吊沟 小白 公子小白 就是齐丸公 齐丸公 他任用管仲 管仲本来是帮助齐丸公的对手 就是齐丸公的哥哥公子揪的 但是并且在路上射了他一劫 但是最后 公子小白听了报社雅的话 任命管仲为者相 最后成就了齐丸公成为五八子一的一个大事业 哥能荣而霸 安稳党与愁 只要能够成就事业 不要问他原来他站在哪一边的 中叶辅政坛想与素子游 我半夜我都睡不着觉 我经常想着怎么样的收复我们中国北方的师徒 想与素子游 我心里想着经常就是古代能够成就这种大公益的人 五岁九亿富和其不孟州 学云圣达界自命孤不佑 轩泥背火灵吸首剃孔秋 都是用历史上的典故来说明他心里的那种感慨 公业未及见夕阳湖西流 朝廷任命我为前方的都督 私私 那么我现在不能够完成我朝廷交给我的重任 因为这是很艰苦的 你想想看 是不是 整个朝廷都到南方去了 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 孤军奋战 人又很少 人又很少 人俩跟北方的那个少数民族政权相熟甚远 所以刘坤是非常的 心里充满着很多的感慨 死者不无语去乎若云佛 诸实运进风 繁映若素秋 下路请华给爱思翠商周 最后两句写得非常好 何以百炼钢化为饶子柔 四季千方百计 委屈求全 团结一切人 希望恢复中国北方仕途的那一种思想感情 在纸面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要淋漓尽致 刘坤是一个民族英雄 刘坤是一个民族英雄 也是有成就的一位作家 可惜他的思构留下来只有三首 下面我们讲讲郭珀 郭珀呢 它是游仙师的代表作 游仙师的代表作 我们大家知道佛教是外面传进来的 我们中国原来是有很深的道教的一种传统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 道教里面讲了很多游仙的事情 人怎么样能够变神仙 我们中国留下了很多道家的著作 道家后来变成道教 很多著作 并且我们现在《道账》里面都说了很多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喜欢的同学 可以读哪里看看 郭珀的代表作品是游仙师 游仙师 游仙师十四首 游仙师的类缘很早 《秦朝》的所有博士呢 有《仙真人诗》 《仙真人诗》 《汉与福》当中呢 也有这一类的作品 街安正式时期啊 更有 不断的有人呢 继续创作游仙师 游仙师当中有两种明显的倾向 一种是真正描写游仙的死 一种是借游仙的表示 与现实的不满于反抗的死 比方说朝职 比方说软劲 他们的作品当中啊 都有很多的 都有一些游仙师 游仙师 游仙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仙人的生活羡慕不羡慕 长生不老 能够飞天能够到哪去 这个当然大家都很羡慕的 长生不老 对吧 赫发童颜 几百岁了 看到去还像二三十岁年轻人一样 这个真了不起 真了不起 这个是每个人都梦想的 梦想的 希望生命能够得到延续 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这个是每个人都想的 在汉卫绿朝时期 人们的想象啊 更加是显得不切 所以游仙 真正的游仙师呢 往往就写这些 还有一种 游仙的表示对现实的不满意反抗 不满意反抗 那么 古普的游仙师呢 他显然是继承朝着软致的这种想法 他借游仙的拥缓 有一定的现实欲义 如果他的游仙师单单写游仙呢 我们对他的评仙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么高了 所以我们看看 古普的游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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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游仙阔 这一首看看 金华游侠阔 山林隐屯西 金华 我一边在汉卫六朝到唐朝 很多人都这样子 很多人都这样子 我们等会儿讲陶月明 讲陶月明 实际上隐居的人 不单是陶月明一个人 陶月明今天主要是很多诗歌流传下来 值得我们研究 实际上你到了汉朝的时候 也有人隐居 你像李白 对不对 李白这个人很奇怪 他不上一句 不要去考试 不要去考试 他就天天在西安边上的山上 找了个房子住 就是房子住 他在那里 我到西北大学请我去开会的时候 西北大学主持人 他很好 他说林先生你能不能再留一篇 我说留一篇干什么 机票他说推迟一篇 行吧 我说怎么样 他说我带你去中南山看看 李白影剧的地方看看 我说好啊 近不近 他很近啊 就在西安边上 他留下了我还有几个台湾的朋友 我们一起游了中南山 就在西安边上 李白先生我估计当时就是不愿意考试 他家里也有钱 他父亲跟哥哥都是大商人 对吧 他到中南山上去租了个房子 住在那里 门口挂了大大的牌子 里白鱼锁 人在哪儿呢 人又不去住 人天天在长安城里 晚上说不定去住一下 说不定不去住 天天去拜访这个上书 那个部长 因为我们今天叫部长 对不对 拜访这个大官 送给他诗 送给他文章 你看我怎么样 人家问他 李先生你才华那么好 你在哪里高救啊 我没有高救啊 我现在隐居了 隐居了 里白鱼锡越高越大 后来鱼锡高到皇帝那里 高到唐宣宗那里 里白鱼锡那么大 怎么好隐居呢 隐居就是我们朝廷的政策不好嘛 有才学的人都去隐居了 那不行 要把他请出来 所以里白后来出来做了 一出来就做一个寒领 寒领 我们大家知道点寒领 这个是非常风光的 点寒领往往是旧室的前几名 对不对啊 状元 榜眼 昙花 一家的点寒领 二家的前几名点寒领 点了寒领就在皇帝身边 在皇帝身边 在皇帝身边 在皇帝皇帝的秘书 所以里白呢也点了寒领 但是里白的寒领非常有意思 根据傅全忠先生的研究 里白的寒领叫供奉寒领 寒领 这个寒领还有一个供奉寒领 根据傅全忠先生的研究 寒领它是由各个部门车掉来的 就是你中了禁师以后 分配到各个部门工作 那么皇帝就把你车到皇帝身边来工作 那么领奉领 我们今天话讲领工资是到原来部门去领的 那里白没经过考试啊 他没不没工作啊 是不是啊 直接到皇帝身边来了 那么拐寒领寒领寒领的人 又不可能说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那就来了 但是他到寒冷院里 寒冷院里要给他提供生活方面的必须的一些 比如说住房问题 对不对 比方说凤热问题 所以他这个叫供奉寒冷 后来李白这个人 我们大家知道 天生一副傲果 在那里是 最后是没有坚持多少时间 最后是走了 走了 走了也就走了 是不是 那是一回事情 实际上这个引离子风 从古都有 那么郭柏也讲了 精华油线客 山林引屯锡 那个是精华边上也有隐居的地方 住门何作荣 微弱托蓬勒 你做官 或者是很富有 很富贵 我觉得不那么光荣 你还不如去求仙 不如去游些 游些 游些的生活怎么样 大家看看 灵远一清步 灵高最单一 我今天很潇洒 我今天到外面去游游到水边去 你看 我用水泪画画我的轻轻的河水 我灯上三缸的时候 我彩彩那种可爱的植物 彩花 灵溪可闲盆 暗示灯运亭 做多少下意 多少惬意 做隐居做新人最惬意的 从古以来就这样子 气缘有奥力 雷似有一七 气缘 气缘力 大家知道 这是谁的官名啊 庄子 大家知道 气缘有奥力 对吧 庄子有人请 据说有人请他去做贼项 他不去 不去 我还是做这样子 因为到家的这个老子庄子 官都做得很小的 也可以说他们就是相当隐居的这样子的人 近则保隆县退位戳底番 你假如戳番底 这个是《易经》里面的话 《易经》里面的话 你近怎么样子 退怎么样子 近怎么样 退怎么样子 就像一头羊 我们大家知道头上有脚的 假如你毛作片做的篱笆 有时候这个羊头可以钻过去 但是你退 退不出来了 退 卡在那里 退不出来了 有时候你假如进入仕途 有时候会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 一种狼狈的 一种尴尬的境界 那么还是隐居好 跟做官相比还是隐居好 实际上它是讽刺了当时的似图上面的很多的不顺 和黑暗的一种局面 你假如去从事做官的话 做工作的话 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高涛封城下 常见谢遗其 遗其就是不遗说其 不遗说其我们大家知道 它是不识周朔 它是后来就隐居了 隐居的时候羊山隐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